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果报 包括生活物资与精神生活的富足 如何才能得到呢? 佛家认为,好的善果无法从天上掉下来 只有多种善因,才能收获善果 只有多去培植福田,才会收获好运 欲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 欲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 一个人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 如果你经常种苦因,自然就会收获苦果 如果你能经常种福田,就能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果实 佛家有三种福田,多去播种,好运连连 第一种福田,恩田 恩田是要我们多去播种感恩的善因 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懂得去感恩和报恩 尤其是要多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孝顺父母其实培植的就是这种福田 第二种福田,敬田 这种福田是通过恭敬来播种的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多去恭敬师长,圣贤 多去恭敬长辈和善知识 用恭敬心去对待他们 就是在给自己播种敬田 第三种福田,悲田 悲田指的是我们要多去用慈悲心待人 多去帮助穷苦的人 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 多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当你去帮助他们时 就是在为自己播种悲田 佛家把赔福叫做种田 那是因为世间的因果就如同农民种田一样 我们在春天把种子播种在土壤里 秋天才能收获果实 如果我们春天不去播种 到了秋天就会一无所获 冬天就会受苦受恶 一个人的福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通过自己培植福田修来的 一个人的福气是求不来的 只能自己去修 谁去修福谁就能得福 不去修自然就没有福可享用 我们多去培植福田 不仅能收获福气 还能去除自己的贪心和执着 我们总是舍不得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送给别人 正因如此 才会导致你越来越穷 佛家说过一句话 富贵从不识当中来 穷人因为吝啬 所以越来越穷 而富人喜欢不识 所以越来越富 如果我们能经常去舍己为人 经常去播种福田 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做这件事不仅能激功累得 还能破除我们的自私 潜贪和执着 一个人运气的好坏 取决于自己播种福田的多少 如果我们能在生活当中多去播种这三种福田 用慈悲心 感恩心 恭敬的心去对待他人 我们就能收获福报和善果 好运自然来找你 三月三 就是农历三月初三 古称上四节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自古就有二月二 龙抬头 三月三 宣言声的说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三月三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人文始祖皇帝 这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据说 他是少典与富宝之子 本姓公孙 后改姬姓 因居轩辕之秋 好轩辕氏 民间传说 三月初三是五帝之首皇帝的生日 所以就有了三月三 轩辕声的说法 关于三月三这个日子 我国各地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的地方说 三月初三是玄武神的诞辰日 据有关史料记 玄武神全称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 又称玄天上帝 玄武 真武真君 是主管雨水的神 所以 人们为了有个好收成 有的地方 也就在三月三这天祭祀玄武神 保佑人间风调与顺 本来三月三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既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也不是农村的什么节日 然而 却流传了很多神话传说 在小编的家乡 有几个村庄 同时有三月三的古庙会 也不乏都有传统的祭祀礼仪 所供奉的神迹不是轩辕大帝 也不是玄武真君 这些古庙会庙里所供奉的却是王母娘娘 据老人们说 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诞辰 还说的神乎其神 有板有眼 总之 三月三好像说的都是神的生日 我猜想 这些神也不可能都是三月三的生日 也许是人们更多的是赋予了关于三月三人文始祖的文化内涵 小编为此也翻阅了不少书籍 三月三不仅仅是传统的上司节 更是壮族 苗族 洞族 瑶族 不一族等少数民族的重大节日 众说纷纭 都有神奇的典故 三月三还是中国的情人节 一个是农历的三月三 一个是农历的七月七 农历七月七因传说牛郎之女相会 而演化的情人节 这早以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而农历三月三的情人节也是由来已久 唐里白诗云 笑声夜 秦鹅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瑟 霸灵伤别 乐游园上青秋节 咸阳古道阴沉觉 这里的年年柳瑟 即指农历三月三的情人节 其实 我国有着很多月 日相同的日子 如正月一 二月二 三月三 五月五 六月六 七月七 九月九 这些日子 都是反映了每个时段的重要性 和深刻的文化 节日习俗 因此 三月三也就有着它独特的神秘 端午节吃粽子是所有地方的习俗 在民俗文化领域 吃粽子就会和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联系在一起 端午节纪念伟大的诗人和爱国主义者屈原 是节日的主题 然而却几乎没人知道屈原笔下的山鬼究竟指的是什么 据说在战国时代 楚国三驴代夫及爱国诗人屈原头蜜罗江自尽后 百姓为了防止鱼类破坏屈原的尸体 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 让鱼吃米饭而不去咬屈原的遗体 也因此而由来人们包粽子吃粽子一说 屈原约公元前三四陵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 出生于楚国丹阳子归金湖北宜昌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郑之家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 博文强制 志向远大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 任左徒三驴代夫 监管内政外交大使 提倡美政 主张对内举贤任能 修明法度 对外立主连其抗秦 因遭贵族排挤诽谤 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原乡流域 后来 楚国影都被秦军攻破后 自沉于密罗江 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 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楚词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 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被誉为楚词之祖 其主要作品有《黎骚》 《九歌》 《九章》 《天问》 《何博》 《山鬼》等等 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 其中的代表作《山鬼》描写了 古代楚国民间的一个女鬼 她向人似的站在山梁上 披着碧莉藤 带着云雾草 微笑地望着世人 近年来不少学者产生疑问 这山鬼究竟是咋回事 虽然这世上没有鬼的存在 屈原却写下了山鬼 也许这和野人有关 湖北是古时楚国的属地 从古至今是不断有野人事件的发生 据说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第一个在这里发现并提到野人的 后来人们又从神农价智等处查到有一百多次人们发现过灵长类动物 其中最轰动的事发生在1974年5月 看柴人因红发将一直力行走的人形动物打伤的事件 据考究 现在湖北房县周边地区有很多以野人命名的地名 比如野人谷 野人洞等 屈原又是楚国人 生长在野人出没的地方 虽然屈原笔下的山鬼依然是个谜 但也许屈原真的见到过 所谓无风不起浪 也不能排除这位伟大的诗人丰富的联想 恰巧就是传闻中出现过的野人 这位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